今天要吃炒飯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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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見到我呀? Hello 來聊聊天 又到晚餐時間 夜晚有個湯 只是吃點菜 太肥了 頭幾天覺得蠻好吃的 吃吃都會厭 今天又直播了 直播了三個小時 為何紛紛你的頭紫色 笑一下吧 麻煩 好多好多觀眾 一起跟我度過了一個 第六日的晚上 好了我們現在已經合照了 1 2 3 笑 好 拜拜 多謝大家 多謝多謝 多謝支持DJ日記 我們 牛肉包 還有一個不知道什麼包 腸仔 雞蛋 一個雪梨 一盒維他奶 沒有添加糖 豆奶 很大陣仗 他們兩個人來 然後有一部機器 在抽空氣 然後他們用完所有東西 都丟到我的垃圾袋裡 生日默筋 剛剛做完檢測了 嘩 做了多少次 在馬來西亞來之前 72小時要做一次 尿鼻哥尿口 接著 過來機場 在香港機場做一次 接著 現在 住了 27 28 29 30 31 第七天 第七天 那就做一次 接著 接下來還有 接下來還有 今天是2號 7號要再做一次 14號要再做一次 5次 總共業 這次他不斷拉 不斷拉 我已經習慣了 不用縮了 這裏也挺進去的 很適應 很適應 但剛才忘記了抹鼻 突然來了 其實他早就通知了我 2號 27 14 2號7號 很容易記 那來做檢測 今天是第 幾日 第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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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隔離生活 就過了三分之一了 三七二十一 這兩天 看Youtube 在網上看Youtube 就看到馬來西亞的 兩個Youtuber 都中招 一家人都中招 也挺慘的 如果外國人 在馬來西亞 真的感染了這個病毒 看到他們都挺無助 因為馬來西亞的情況 醫院又不收 因為太多病人 找私家醫院 都好像找不到 沒有位置 政府醫院 就要去到某個程度 才收 可能很嚴重 才收 進去都挺害怕的 希望他們沒事 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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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太太和DJ妹 他們都 少出街了 一個星期出 一次兩次出去買東西 但是少出街 是不是真的不會感染到 少出街 是什麼最好的方法呢 在家裡會不會真的被感染到呢 其實很早前也有分享過 以前沙士香港 第一個感染群在哪裡 就是在酒店 酒店 可能是那些通風系統 因為酒店是用中央冷氣 通風系統 隔離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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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有機會這樣流過來 以前沙士香港第一個 第一個帶著病菌 就是有一個人 他帶著病菌 就去了香港 進了一間酒店 然後酒店呢 就形成了一個感染群 然後又一路散出去市區 第一個感染群 所以其實 住酒店都挺害怕的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理由在酒店24小時戴口罩的 24小時戴口罩都很難避 因為困在一間房裡面 如果那些空氣有細菌 就差不多中眼了 差不多中眼了 21天 怎麼會不中眼呢 第二個 香港以前試過 淘大花園 那個感染群 就是 在自己家裡 那他經過什麼呢 可能有個帶菌者 經過他們的身體排泄物 去了廁所 然後廁所 我們經常稱之為有些U型的渠 渠 以前那個大廈 應該沒有做U型渠 那 然後整棟 上上下下 很多單位都中招了 因為他經過那些渠 或者 香港有一些叫煙通效應 因為香港那些位置很窄 有時候大家 有時候我們沒有留意的 如果你開個抽氣線 在廚房開個抽氣線 抽氣出來 其實呢 就在另外一邊 就一定不斷地扯空氣進來 香港那些大廈 有些煙通效應 好像天井 類似那些設計 或者很窄 很窄的 廚房 抽氣出去 就去了別人的廁所 類似 那些空氣流通 都有機會 將被菌帶到隔壁屋 香港很嚴重 因為香港的屋子很窄很密 那馬來西亞會不會有這個情況呢 機會微一點 但是都有機會有的 因為好像我們住的屋子 很早前我們都跟大家分享過 馬來西亞那個 我們那些屋子 那個設計 那個隔水位 其實是一般的 真的隔 不是很隔到的 我感覺 一般的 那外面有沒有U型口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知道那個隔水位 就是在我們屋裡面的去水位 還有很多去水位 經常都發出一些臭味的 所以經常都要清潔 在馬來西亞我們住的condo 那就是這樣 那住地屋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機會呢 都要防範 因為地屋可能流出去街 那些渠是跟著 流過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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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外面 會不會有機會把空氣扯進去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沒有住過地屋 那就是看回每一間屋的設計 看回每一間屋的設計 那都要小心 另外就是 我自己覺得是搭升降機 搭升降機是挺危險的事 好像我們住condo 你除非永遠都不吃東西 因為你打包叫外賣 或者你叫米 叫送回來 去超市 叫很多 叫定很多 都要下樓下拿 現在不能送上樓的 那你搭升降機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說一說一說 為什麼我第一天過來馬來西亞 包那輛車 這麼生氣呢 在影片那裏都說出來 其實我都不是說很多 一路坐那輛的士 我明明給了150元 預訂了一輛舒適一點的車 因為那輛車不是用我來做公共交通工具 後來他來了一輛的士給我 給了這麼多錢 你的的士 的士不是那個錢的 錢都不是最重要的 一路坐 一路司機說什麼呢 我剛剛車完外勞去打針 跟著我又要接另外一個外勞去打針 去檢查 去做檢查 是啊 我接很多這些生意的 那些老闆就要一些外勞去做檢查 都是坐他的車 你說怕不怕 在這個時勢 你聽到這樣 簡直立刻想下車 是不是 明明想找一個安全一點 舒適一點的車去坐 這些真的是令人氣憤 不過過了去就算了 不要再提了 那很多這些消息 這些影片 或者聲音 或者圖片 看得多就會令人更加驚恐 更加驚恐 更加恐慌 但是要消化 要消化 看多些這些 有時候看到這些資訊要消化一下 怎樣去做好預防 那再說多一點 香港管制的疫情 和馬來西亞管制的疫情 又不要說比較 分享一下 在香港是容易控制很多的 因為香港一般市民經歷過大小 知道怎樣去預防 很早就已經戴口罩 那麼 香港的資訊都很發達 地方小 容易管 但是香港呢 其實一直 如果跟馬來西亞比較 管制是很鬆的 香港試過一次 禁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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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錯了 那次 跟著那一天 第一天禁堂食 那些市民 就坐在街邊吃東西 買了外賣 蹲在公園吃 蹲在眶渠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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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又下雨 那一天 政府就立即要取消 開放回堂食 跟著那些餐廳呢 就做了很多的隔板 透明膠板 譬如香港大家都知道 環境很擠迫 餐廳的座位有限 可能一張桌子真的坐兩個人 他有限制的 但是兩個人都面對面 做了好些事情 那些透明膠板隔著 隔著隔著隔著 然後又限制距離 那馬來西亞呢 就 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政府說什麽就什麽 跟著說改又改 想了些事情 今天 今天出了這個條例 明天又改一改 後夜又改一改 那些市民是無所適從的 其實 但是有很多政策 就 未必百分之一百 真是 控制到那個疫情 就是見到封城封封 封了這麽久 那些疫情數字都沒有減低的 是不是 本來說 我們做到這 兩個禮拜 再加兩個禮拜 那個效果就會怎樣怎樣 但最後都不行 做不到 那 我也分享一下 給香港的朋友知道 為什麽會控制得這麽不好 因為馬來西亞的情況 就是很多外奴 很多外地勞工 他們一堆一堆人 在工廠做事 在工廠做事 有沒有戴口罩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我見到很多人戴口罩 都是為了逃避罰款 初期 尤其是初期 那跟著呢 就是他們那些外奴 很多時候就是居住的環境 十幾二十人 租一間屋 那便一起住 為了省錢 那這個無可口非 因為千里少少走來打工 都是為了賺錢 或者賺錢 可能都是寄回鄉下 或者賺幾年錢 回鄉下 有個好的生活 那所以他們的居住環境很差 很多人都在一起 那回到家 會不會個個都戴口罩呢 相信一定不會 所以那些 馬來西亞最早期的感染群 都是來自那些外地勞工 是最多的 一聽到那個新聞就是 一百個 二百個 三百個 集體這樣的感染 那我們都眼見見很多 我們隔壁地盤 那些宿舍 三個旅遊巴 來 車載那些人走 走去檢測 然後突然間 那個地盤又說 很多人中招 跟著我們在馬來西亞 家裡樓下的 secure 那一中就差不多 全部都中了 因為他們都是在一起 那他們做工的時候 每個人都戴上口罩 戴上面罩 很穩陣 那但是 實際在背後 回到家裡的地方 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所以馬來西亞這個疫情 在我的理解 我的認識 應該是控制不了的了 應該控制不了了 到這一刻 應該控制不了的 也都不可能把外勞走 也都不可能把他們全部隔離 分開了 那就是 一路爆發 一路爆發 爆了所有的 就是 大部分人都打了疫苗 還有 感染到的 感染了 接著有抗體 就是這樣解決的 就只可以 暫時我個人的認為 覺得 就是想減低一個數字 就是 去到某個點 差不多了 都傳染了 那就慢慢慢慢會下來 自己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大家都要小心 因為現在變種病毒很重要的 感染到那個 危險性會高了很多 尤其是還沒有打針的 我現在還沒有打針 所以很害怕的 在這個酒店裡面 每天都很害怕的 但沒辦法 選擇了去做這件事 是的 大家繼續努力 明天說一些開心一點的 不要說一些沉重的 哼 千萬不要 讓我說了這麼沉重的 就 嚇到 但是 有些事情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 想想方法 去防範 我們不可以永遠 混在一個密室裡面 我們都要呼吸的 要呼吸 就有危險的 怎樣過得沒有那麼危險 唯有 收集多些資訊 好的又聽一下 不好的又聽一下 然後自己分析 跟我說說 比較多一點 面子 沒有 如果 來 怎麼 我們 我們 是 我們